如果一个男人说他很爱你 但却在下面这两个时刻沉默了 其实说明啊 他并没那么爱你 第一 在你需要的时候沉默 比如他平时会和你说 有我在你别怕 和朋友吃饭的时候 给你夹菜 表现出很爱你的样子 那你让他看会儿孩子 他就会把门一关 说要开会 或者你和他说 孩子要上高中了 对口的学校啊不太好 问他怎么办 他就会直接说一句 哎呀你看着办吧 这种男人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选择沉默 看似是因为男 其实是他并没那么爱你 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他会把所有的烂摊子 都交给你 而自己呢找了清闲 第二 在你和他 他的家人或者朋友 发生冲突的时候沉默 真正爱你的男人 如果你和别人有矛盾了 他会站在你这边 即便真的是你的做 他也会先安抚你的情绪 再去把问题先解决好 当你跟他发生冲突 如果他爱你 他会想办法主动解决问题 而不是把你晾在一边 不爱你的男人 在你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会先指责你 一旦你和他妈妈意见不同的时候 他会不分青红皂白 对你一顿乱吼 让你去改 让你顺着他妈妈的要求来做 一个男人真的 如果他爱你 一定会信任你和你站标 在你需要的时候保护你 如果他没有 就是没那么爱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 爱或者不爱 就像黑和白一样分明 根本假装装不出来 即便短时间内 能蒙住一个人的眼睛 但是时间久了 总会露馅的 想跟一个人长久地待下去 就要坦诚以待 真心实意地对待对方 如果只是逢场作戏 不如趁早呢 斩断这段关系 以免拖到最后 伤人伤己